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南紫吃好吃的料理与小吃 喜欢美食的朋友请锁定我们的频道 在影片下方订阅按赞及分享或开启小铃铛 我们会有不定期的更新通知哦 这家是位于南紫德惠路上的杨宝宝蒸饺 其实我们是这里的常客 可是直到前阵子才发现原来这家店也是毕比登榜上有名的店 难怪每天到吃饭时间这里就是坐无虚席 我喜欢这里的鲜肉锅贴跟牛肉蒸饺 先介绍这个牛肉蒸饺 它的皮很薄,而且内馅也很扎实 肉馅已经调味过了,属于重口味的 所以即使不沾酱也很好吃哦 肉馅的肥瘦比例也恰到好处 牛肉卷饼也是这里必点的招牌之一哦 还有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鲜肉锅贴 底部煎的金黄酥脆 选用的内馅是偏瘦的猪肉 所以吃起来不腻口 建议可以搭配一碗清炖牛肉汤 加一些姜丝在汤里 冬天喝起来特别的暖味 这里的蒸饺都是现点现蒸的 各位有来到男子的话,别忘了来这家品尝看看哦 接着我们来到惠明路上的这间陈麻饭 这间陈麻饭里头最出名的就是椒麻鸡腿饭 马上带大家进去一探究竟 这里的鸡腿排炸的很酥 上面还有凉拌洋葱 小黄瓜跟花生 再淋上酸酸甜甜的泰式椒麻鸡酱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很对味 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鸡肉很嫩 而且很juicy 外皮还酥酥的 这一份是绿咖喱鸡腿饭 鸡腿一样是炸的非常香酥 绿咖喱是温和的绿咖喱 不是很辣的 对于不太敢吃辣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我个人则是比较偏向酸酸甜甜的椒麻鸡腿饭 还带点微辣的感觉 重点是这里的价格都很亲民 口味也很多样化 提供给大家参考哦 现在我们来到这间是男子在地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又昌肉园 这间肉园每天都是现包现蒸 现场工作的阿姨从早上六点开始就忙的手都停不下来 因为这里的生意真的好得不得了 这样现蒸一笼大概80克左右的肉园 不到几分钟就卖光了 敢吃蒜泥的朋友我推荐一定要加蒜泥哦 因为这样子可以把整个味道带出来真的非常好吃哦 桌上还有辣的豆瓣酱 辣椒酱跟番茄酱依个人喜好可以斟酌加减 重点是这个番茄酱 我第一次来这里吃的时候 朋友介绍我一定要加番茄酱 可是我心里想会不会怪怪的 没想到一加下去微酸微酸的真的非常对味 很好吃哦 大家别看这个肉园小小颗的哦 里面真的是爆现耶 超多肉馅的 肉园每颗12元 基本上吃3-4颗就会很有饱足感了 这里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卖 卖到下午卖完为止 这是男子又昌街的在地小吃 又昌肉园 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这间谷家手作鸭香饭 也是位于惠民路上 这家文清风小店 主要的特色是鸭香饭跟熏鸭汤冬粉 我们要带大家来品尝一下 这碗招牌鸭香饭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它在鸭肉里面加了油葱 调味油和酱汁 还可以选择要搭配笋丝还是青菜 还有这碗下水汤我建议大家可以点看看 因为它有满满的料 它在盛装的时候最后有撒上米酒 所以每一口都喝得到米酒香 这碗鸭香饭跟古早味鸭肉饭吃起来有点不同 这个比较感觉像是有创意的鸭肉饭 搭配他们的下水汤 我觉得简直就是绝配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试他们家的熏鸭汤冬粉喔 吃完饭 我们要带大家去一家男子颇有名气的豆花店 那就是吉出豆花 这家吉出豆花是第二代传承了父母的理念 延续手工制作传承下来的豆花店 加上许多的创意 开发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口味 但是我比较老派 我还是喜欢他们的传统手工豆花 他们家的豆花吃起来有种淡淡的焦香 相信大家应该都喝过锅底烧焦的豆浆吧 大概就是像那种味道 手工豆花可以自选一到三种自己喜欢的配料 甜度也可以调整 他们店里有两只可爱的狗狗 这只是副店长 他的名字叫导连 这只是店长 他叫导灰喔 最后一站 我们要带大家去男子嘉宏路上的小洽海产粥 这家小洽海产粥 几乎都是采用自家渔船捕捞的海鲜去做料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集影片 也别忘了在影片下方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或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哪里还有好吃的餐厅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努力制作出更多好看的美食节目 这碗是招牌海鲜粥 这种粥比较类似于汤饭 跟台南的咸粥有点像 这家无论是海产粥还是锅烧面的料都很丰富 有虾小卷也有蛤蜊 虾子也很大只 锅上面还附了一颗蛋 小菜的价位也都是在合理范围内 像这一盘烫青菜一大盘才30元 CP值真的超级高 喜欢尝鲜的朋友快来试试喔 咸粥